喉豆疫情在多國蔓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八號的數據 已經在二十九個非喉豆疫區 通報超過一千例 不過目前還沒有出現死亡病例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就提到 這些確診病例 主要是來自同性的性行為的男性 他也擔心喉豆病毒 對脆弱族群構成危險 包括懷孕的婦女還有孩童 喉豆疫情從今年五月開始 在非喉豆疫區升溫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今年非洲有超過一千四百例疑似病例 六十六人死亡 目前已在二十九個非喉豆疫區國家 通報超過一千起喉豆病例 坦德塞指出喉豆病毒幾十年來一直存在非洲 並奪走許多人命 現在受到關注 是因為在高索的國家出現病例 WHO也強調人與人的密切接觸 為喉豆主要傳播途徑 但還不完全瞭解氣溶膠的傳播風險 因此仍建議照顧患者的醫護 應該戴口罩 至於國際新冠疫情部分 上週全球通報確診和死亡人數都減少 確診病例降低百分之十二到三百多萬例 死亡通報人數則下降百分之二十二到七千六百例左右 不過中東新增病例增加百分之十九 東南亞地區小幅上升百分之一 公司新聞政委任中建剛編譯